他以领口供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欢迎收听2022年热门现代都市有声小说 领口供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陈丹飞哼了一声 难道改了姓就能否认男星是陆建民孙女的事实吗 我很清楚我公共对男星的感情 如果说他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留恋的话 那就是这个孙女了 所以如果说我公共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你 鬼都不会相信 陆明一脸坦然地说 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财神对这个孙女的关心啊 三叔还活着的时候我就说了 财神不仅派我来保护你们母女俩 而且还在一家外国银行里 给男星留下了一个亿 你就骗鬼去吧 那比前十年以后才能取出来 到时候你早就跑得没有影子了 陈丹飞称道 陆明惊讶道 丹飞啊 难道你就这么信不过我 陈丹飞哼了一声 你做的事情 难道像是一个可以让女人信任的男人吗 陆明点点头 泱泱道 好 好 那你就相信陆建委去 我看他们怎么样让你得到梦寐以求的遗产 既然你说财神留下了遗嘱 你让他们把遗嘱拿来我看看 如果财神真有交代的话 我在公司也有十几个亿的股份 全给你和男星得了 陈丹飞盯着陆明注视了一会儿 好像又忽然不自信了 犹豫的 难道你真的怀疑这份遗嘱根本不存在 存在就拿出来啊 既然早晚要拿出来 为什么不现在就拿出来让我看看呢 阿明 如果那份遗产真的不存在 你是不是就黑了心 独通我公共的遗产了 我的心也确实黑 可前提是 首先你公共的遗产 必须真的存在 并且我已经拿到手了才行 怎么 难道那些钱还没有拿到手 陈丹飞狐疑道 陆明哼了一声 哼 感情你和陆县伟他们 一直都是在瞎猜啊 陈丹飞似乎发现自己上了当 往床上一躺 转过身去 气奔倒 我再也懒得跟你说话了 没一句实话 满嘴抛火车 陆明凑过脑袋看了一眼 笑道 哼 生气了 你身体刚刚恢复 可别动气 那我问你 如果你公共的财产 真的在我这里 你打算要分多少 陈丹飞一听 马上转过身来 盯着陆明注视了一会儿 又生气地转过身去 骂道 滚蛋 少来烦我 陆明伸手把他反过来 盯着他笑道 你就说说嘛 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胃口 陈丹飞狐疑地盯着陆明看了一会儿 悠悠道 我胃口也不大 我要那所学校 另外再给南星十个亿 说完 有点不自信地补充道 这点钱不算过分吧 南星可是他的亲孙女呢 陆明认真地点点头说 嗯 还真不多 不过那所学校 现在跟你自己的 有什么两样啊 是不是我的 难道你一句话就算数吗 有本事你增加我在公司的股份 或者替我买下一部分股份 哼 我实话告诉你吧 现在阿云和三叔他们 虽然表面上都是在替公司做事 可暗中早就准备另立门户了 如果陆建伟当不上董事长 大家都会想办法摆脱你的控制 就连韩家音都有这种想法 我昨天偶然听到陆立和陆远暗中商量 好像是陆涛那边能够融资一个亿 来增加陆建伟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呢 陆明不屑地笑道 一个亿 这点钱也想撬动公司的盘子 你可别小看三叔 他可是融资高手 如果他能筹到十个亿 就可以撬动公司的盘子 别忘了 到时候你已经是孤家寡人 所有的小股东都会站在他那一边 你和蒋宁香 故障难鸣 陆明忽然不出声了 默默掏出一只烟点上 深深地吸了一口 盯着陈丹飞问道 据你的观察 陆建伟有没有可能和陆涛一起 暗中和孙卫林勾结呢 陈丹飞似乎觉得自己失言了 马上说道 哎呀 你是我什么人呀 怎么反倒来我这里打腾消息了 做生意嘛 哪有永远的敌人 有必要的话 自然会彼此合作 陆明凑到陈丹飞面前说 就凭我今晚救了你的命 难道你不应该向董事长 汇报一下工作吗 陈丹飞皱皱鼻子 哼了一声道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怀疑会不会是你暗中搞鬼呢 阿元都说了 你这个人鬼得很 哎 对了 我正想问你呢 阿元和那个老外在一起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他让你来问我的 陈丹飞支起身子 是非地说道 其实 阿元并没有想和你解除婚约 只是没想到被你发现了 他怀疑你派人跟踪他 陆明似笑非笑地问道 我和他解除了婚约 难道你不高兴 陈丹飞躺回床上 晕着脸沉道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你们之间乱七八糟的 我也懒得问 陆明伸手去抚摸着陈丹飞的秀发 说道 说起来 陆家的女人也就算你正经一点 起码没有出去乱勾的男人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出去狗的男人 难道你也派人监视我 陈丹飞打掉陆明的手 沉道 说着 抬头盯着陆明 一脸惊讶 好啊 肯定是杜鹃做了你的密探 他是不是把我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你 陆明急忙摆摆手说 你可别冤枉他 别忘了当初他还不愿意给你开车呢 是你自己非要抢他 如果你现在信不过他的话 可以换个自己啊 陈丹飞不出声了 沉默了一会儿 抬起手腕看看表 说道 我想回去了 这么晚了回去干什么 医生说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呢 陈丹飞瞟了陆明一眼 犹豫道 那你呢 陆明说 我当然会在这里陪你啊 陈丹飞又瞟了陆明一眼 小声道 你明天不是还要去梅园村安排葬礼吗 一晚上不睡觉怎么行 陆明一听 马上走过去 锁上病房的门 然后脱掉鞋就挤到陈丹飞的病床上 说道 咱们凑合一下算了 由于病床太小 两个人紧紧挤在了一起 陈丹飞推着陆明的身子撑倒 哎呀 这像怎么回事 那边不是有空床吗 你去那边睡 陆明干脆伸手抱住陈丹飞 厚着脸皮说 就睡这里 这么冷 可别把你冻感冒了 再说了 万一你要是再犯病的话 我也好及时知道 陈丹飞推了几下没推动 只好任由陆明把他抱在怀里 两久才哼哼的 你说今天晚上难道真的有人想毒素啊 陆明点点头说 我的判断就是这样 难道真的是因为 我有可能是遗产的继承人 陈丹飞身子微微颤抖道 陆明哼哼的 总不会是因为有人嫉妒你的美貌吧 说完 抬头盯着陈丹飞的脸问道 你到底愿不愿意从蒋碧云家里搬出来 男星都要上学前班了 也不可能总是待在家里面 再说了 可以请个全职保姆啊 陈丹飞似乎被陆明说得有点害怕 犹豫了一下说道 就怕陆远他们误会 说不定会怀疑我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把他们出卖了呢 陆明哼了一声 他们那点小酒酒我还不清楚 用得着你出卖 我看这样 反正男星呢 也不可能继续在陆家镇上去 干脆你住到城里去 也别住以前的老房子 我给你安排一个新地方 陈丹飞瞥了陆明一眼 小声道 你少打坏主意 哼 在没有搞清楚你的心思之前 我才不会跟你 陆明在陈丹飞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骂道 你这婆娘怎么不知好歹呢 要不是担心你的安全 我安懒得管你呢 那我怎么跟陆元叔 陈丹飞犹豫了一下嘟囔道 陆明没好气地说 你鬼点子不是多得很吗 这点小事都没有办法 你就说你妈病了 要回去住几天 然后干脆就不回来了 陈丹飞好意着没有出声 最后 朝陆明靠近一点 颤声道 阿明 为了这笔钱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我真有点害怕了 陆明抱紧陈丹飞 柔情似水地说 别怕 我会保护你了 陈丹飞哼了一声道 鬼才信 话未说完 嘴就被陆明堵住了 忍不住一阵挣扎 只见陆明脑袋一歪 忽然搭落在他的胸口 然后一点声息都没有 陈丹飞等了好一阵 终于有点沉不住气 用手拍着他的身子叫道 阿明 阿明 你怎么了 好半天 才听见陆明要死不活地说道 你嘴里有声 我中毒了 明人 总是受到过多的关注 虽然陆子燕他们 昨天晚上没有亲眼目睹 可第二天还是听说了 陆明昨天晚上 抱着一个女人去医院的事情 对此陆明 也没有过多解释 只说陈丹飞昨晚喝多酒不舒服 所以带她去医院看了一下 而第二天 也没有让陈丹飞继续过来帮忙 既然韩家音热衷于和权贵们周旋 干脆就把接待的事情交给了她 和头一天相比 陆兰领兄妹的表现完全不同 一大早 他们就穿上准备好的校服 带着家族成员 早早在灵堂等候了 出乎陆明意料的是 陆子燕 竟然也让她穿着校服 跟她的家人站在一起 显然也把她当成自己的直系亲属 这不免让陆明有点受宠若惊 马上把昨天晚上产生的一点疑惑 抛在了脑后 上午九点半左右 第一批前来调研的当地政府官员到达了 陆明只认出了孙干 其他的人看上去都很陌生 不过他从韩家音的举动 马上断定 那个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 风流倜傥的男人 应该就是东江市委书记 韩岳 心想 自己当初在大学的时候 如果能够主动一点 表现得再好一点的话 说不定这个男人 现在已经成为自己岳父了 不过也很难说 即便韩家音同意 他的父母 未必能接受自己这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 陆明知道 每一个官员都会轮流过来 和陆兰领兄妹 及其他亲人握手慰问 自己当然也不例外 心里不免有点紧张 毕竟长这么大 他还没有这么正式地 受到过首长的接见 更别说握手了 虽然陆兰领兄妹的职务也不低 但毕竟有陆岩这层关系 倒也没有怎么觉得自己渺小 可孙干和韩岳在他眼里 都是地方大员 反而有种卑微的感觉 好在孙干他们 也只是走走过场 即便跟陆兰领兄妹握手的时候 也只是嘀嘀地说一句 节哀顺变 至于其他亲属 也就是礼貌性地握个手 点点头就过去了 陆明觉得孙干 恐怕压根就不认识自己 甚至好像连正眼都没有看他一下 只是伸出软绵绵的手握了一下 然后马上就走了过去 反倒是韩岳在跟他握手的时候 意味深长地盯着他看了两眼 他怀疑韩家音 恐怕已经悄悄跟父亲介绍过自己了 等到孙干等五六个官员 例行完公事之后 一些工作人员抬进来不少花圈 还把其中几个花圈摆在灵堂的显著位置 陆明仔细看看花圈上的兽带忍不住吃了一惊 没想到上面赫然写着领导人的名字 心想 虽然他们本人并没有到场 但这份荣耀已经足以让陆兰领兄妹感到骄傲了 既然连陆石头都有这种待遇 那等到自己爷爷举行葬礼的时候 说不定国家领导人会亲自到场了 遗憾的是 那个场合自己可没有资格参加 接下来是一批退伍老军人 年龄六七十岁不等 其中两个好像都有八十多岁了 被人搀扶着颤巍巍走进来 陆明琢磨 这些老军人离休前应该都是军队高级将领 只是没法判断他们的职务大小 因为他们虽然穿着军装 但却没有军衔 只是胸前挂着各式各样的勋章 虽然都一大把年纪了 可在陆岩的遗体前面站得笔挺 一律先敬礼后鞠躬 不过陆明注意到 陆兰领兄妹 对这些退伍军人的态度 可比对孙干一行恭敬多了 不仅双手相握 而且在寒暄的同时 还向他们深深的鞠躬 可见这些老军头来历不凡 陆明的脑子里忍不住又开始瞎琢磨 心想 看这些老头在陆岩遗体前恭恭敬敬的样子 很有可能当年都是陆岩的下属 而陆岩又是自己爷爷的下属 等到爷爷在陆家镇举行葬礼的时候 这些老军头自然还要来 而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就是陆云轩的孙子 自然要对自己刮目相看 遗憾的是他们恐怕都不知道陆云轩还有自己这么一个孙子了 不过这些老头虽然对一个死者恭恭敬敬 但却对他的家属敷衍了事 就和先前的孙干他们差不多 一只手朝前面伸着让每个人碰一下 然后还没有看清楚对方的相貌就过去了 陆明先前还对陆子燕让他加入亲属行列感到受宠若惊 可这会儿却觉得有点无聊 虽然每个人也跟他握过手了 可没有人跟他说过一句话 也没有人介绍他的身份 谁知道他是什么角色 反倒像是被陆子燕安排在这里凑数的 接下来是一批现役军人 他们是排着队进来的 差不多有二十几个人 其中有五六个少将 其余军衔基本都在上校以上 陆明猜测这些人应该是陆兰领兄妹的同事或者战友 也有可能是那些老军头的后代 按照蒋宁香的预期 自己攀上陆子燕这条线之后 这些人应该成为自己的人脉 可眼前的情景却让他有点心凉 因为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 他分明看见有几个将领和赵真阳 陆东平小声交谈过几句 可等到了自己面前 只是心不在焉的握个手就过去了 最让他愤愤不平的 陆子燕的家人 好像没有一点要介绍自己的意思 好像自己是他家的穷亲戚似的 而这也就是今天唯一的收获了 接下来的一两个多小时之内 前来吊咽的人络绎不绝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也看不出身份 陆明怀疑有些人 恐怕连陆兰领兄妹自己都不认识 搞不好 还有趁机来混吃混喝的人呢 终于 在陆明偷偷打了两个哈欠 觉得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 追悼会开始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进入朦胧状态 全部的心思都在用来提醒自己 可千万别打瞌睡摔倒了 所以整个过程都是迷迷糊糊的 连谁制道词 说了些什么 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直到灵堂里 爱乐再次响起 才稍稍清醒一点 一扭头 看见陆虎站在门口 冲他几眉弄眼 并且一脸焦急的神情 显然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这时 主持人已经宣布追悼会结束 有人已经开始往门外走 陆明松了一口气 头昏脑胀地来到门口 问道 什么事啊 陆虎拉着陆明的胳膊出了门 走进一间空着的办公室 并且关上门 这才说道 外面有人闹事呢 派出所的人马上到 陆明顿时清醒过来 吃惊闹 闹什么事 什么人 怎么回事啊 我也搞不明白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十几个人 打着横幅 来到办公室前面 在那对着行人大喊大叫的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 陆明一听只有十来个人 心里松了一口气 可想不出为什么会来公司闹事 自己又没拖欠工资 大过年的来闹什么事呢 一边琢磨着 一边走到一扇窗户 朝下面看去 只见公司门前 差不多聚集了几百号人 就像是看耍把戏似的 围着中间的几个男女 人群中 果然还有人打着一条 十几米长的横幅 上面写着 还我公道 向路上游 路石头 讨还血债 陆明一看 道兮一口凉气 没想到这些人 竟然是冲着陆岩的葬礼来的 心里顿时就想起了 被爷爷和陆岩灭门的 于世里的后人 因为除了他们 还有谁跟自己爷爷和陆岩 有血海深仇呢 只是他们明明知道 爷爷和陆岩的身份 竟然还敢明目张胆的 打着横幅来葬礼上示威 岂不是胆大包天 难道背后 有什么人在支持他们 陆明发现一个有点年纪的男人 在人群中挥舞着双手 在激动的喊着什么 于是急忙打开窗户 只听那个男人 声嘶力竭的大声喊道 陆石头 你还有脸回陆家镇啊 当年你和陆铁锤 在陆家镇骑男霸女 横行霸道 竟然残忍地 奸杀了于世里的儿媳妇 并且还将她全家灭门 连小孩都没有放过 简直是天理难容啊 你葬在陆家镇 难道就不怕这些冤魂 来找你算账吗 这么多年 你和陆上游就像是缩头乌龟一样 不露面 现在死了 终于想回来了 你要给家乡父老一个交代啊 陆明一下关上了窗户 一脸吃惊地站在那儿 愣了几分钟 然后就在人群中 寻找陆兰岭和陆紫燕 却发现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 正想过去找个人问问 只见韩家音走进来 阿明 我跟我爸回家去了 这里的事情交给了我的助手王雪珍 他也是陆家镇本地人 老家就是梅园村的 一切都很熟悉 陆明也没有细听 只是说道 那你赶紧回去吧 你家里也有事呢 接下来也没什么大事了 对了 我姑姑呢 应该在你办公室吧 陆明正想上楼找陆紫燕 汇报楼下发生的事情 可忽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心想 摆平这种事 本来就是自己的职责 以他的身份 难道还能亲自出面解决吗 不管怎样 自己起码要先搞清楚 这些闹事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如果真是于世人后人的话 倒是省了自己寻找他们的功夫 陆岩不是想了结这一段恩怨吗 到时候 不妨请他们进来好好谈谈 看看他们想要什么公道 如果钱能解决的话 即便花点钱也无所谓 只当替自己爷爷了却了一桩心愿 这么一想 陆明就朝陆虎招招手 两个人来到楼下 只见五六个保安站在门口 严阵以待 防止闹事的人闯进来 可不少前来吊咽的人 已经到了楼下 不明所以的围在四周看热闹 陆明带着陆虎挤开人群 钻了进去 只见那个男人 还在那吐沫横飞的大声叫嚷 周围还不时有人附和 大声喊着天理难容之类的口号 陆明走过去 拉拉上年纪男人的衣袖说道 这个大叔 你是什么人啊 这里今天正举行葬礼 你在这大吵大闹的 成何体统啊 男人愣了一下 随即大声道 要不是举行葬礼 我们还不来呢 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陆石头是个什么货色 他活着的时候 我们没法见到他 只有死了 找他讨回公道了 陆明把男人打量几眼 问道 你是陆家镇人吗 男人盯着陆明看了几眼 大声道 你管我是哪里人 让陆石头的家人出来 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就别想下葬 这时 陆明听见人群里 有个人说道 原来这里举行的是 陆石头的葬礼啊 是不是几十年前 陆家镇梅园村的陆石头啊 听说他和陆上游 陆友跟几个人 当年在陆家镇 干了不少坏事 后来跑掉了 当时的国民政府 一直通缉他们 不过后来好像 都参加了革命 陆明见周围围观的人 越来越多 生怕男人在说出什么 不好听的话 于是说道 大叔 这样吧 你有什么话呢 我们进去慢慢说 陆石头的家人也在里面 我带你去见见他们 男人盯着陆明 疑惑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啊 陆明确定 这个男人不是陆家镇人 要不然怎么连自己都不认识 于是说道 我是这家公司董事长 我叫陆明 陆明不说还好 男人听了陆明两个字 先是一愣 随即回头冲身边的人喊道 他就是路上有的孽种 路石头 不过是路上有一条 会咬人的狗 这下找到正主了 话音未落 只见他忽然伸手 一把揪住陆明的衣领 嘴里大声喝道 还我瑜伽七条命来 说完 挥起拳头 照陆明脸上就是一拳 陆明做梦也没想到 男人竟然对自己下手 一瞬间 竟然没有反应过来 被那一拳 结结实实打在鼻子上 顿时鲜血直流 一边的陆虎反应够快 男人揪住陆明衣领的时候 他已经飞扑过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不过没等男人 第二次挥起拳头 他已经一脚 把他踹的身子 飞了出去 好啊 正是欺人 打人了 跟他们拼了 只听人群中 有人大声喊了一句 只见六七个人 从各个方向冲上来 几个人扑向陆虎 几个人扑向陆明 陆明虽然没有 打架的本事 可逃命的功夫 还是不错的 陆虎把他从男人手里 解救出来之后 他的身子已经慢慢往后退 等听到男人大喊大叫的时候 他已经意识到 即将爆发一场混战 于是 没等那两个人扑到跟前 一扭头钻进人群 嘴里大声喊道 保安 保安 给我往死里打 由于有过上次公司被人冲击打杂的教训 站在门口的老三老五 一直警惕地注视着人群的动静 刚发现男人对陆明冻粗 已经吆喝着 带着五六个保安冲过来 正好保护自己老大 再一听 陆明竟然命令他们往死里打 哪里还需要多想 几个人嘴里怒吼着冲了过去 那两个扑向陆明的男人 正好被截住 他们哪里是如狼似虎的保安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打翻在地 顿时就被踏上了一万只脚 陆明气喘吁吁地逃回公司门口 一只手堵着鼻子血 一边回头看着人群的混战 惊讶地发现 参与打架的人 比他想象的还要多 并且奇怪的是 互相混战的反倒不是保安 而是一些穿着便服的男人 忍不住有点后怕 生怕局势失控以后 闹出人命来 其实参与混战的大部分人 都是陆家镇原本看热闹的人 那几个闹事的人不认识陆明 可那些看热闹的陆家镇人 没有不认识他的 忽然看见外地人 竟然敢动手殴打陆大将军的传人 哪里还忍得住 没等陆明发话 一些年轻力壮的 已经冲上前 和那几个闹事的男人 混战在一起 场面马上就失控了 这时 不管陆明怎么喊叫 也无法控制局面 眼看着那几个闹事的人 被纷乱的人群 挤在中间狂殴 毫无还手之力 要是再这么打下去 非出人命不可 陆明急得没有办法 忽然看见大门后面 放着一桶桶的火炮 一时灵机一动 二话不说 过去抽出两个 用打火机点燃一个 然后朝着人群上空扔过去 这种火炮 俗名叫轰天雷 个头大 声音大 农村丧葬仪式常用 只听一声巨响在上空炸开 所有参与混战的人吓了一跳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顿时都停下来 陆明又点着第二个 朝上面扔过去 又是两声巨响 人们为了躲避火炮 四下躲避 陆明趁机喊道 都别打了 都给我住手 大过年的 可别闹出人命啊 一瞬间的平静 让所有人都听见陆明的话 陆家镇的人见他出面制止 马上就起到了作用 虽然还有人愤愤的咒骂 可也没人再出手了 只见场地中央 东倒西歪的躺着六七个人 有的一动不动 有的扭着身子 痛苦的身影 显然伤的都不轻 陆明正想上前查看 忽然一只手伸过来 用餐巾纸替他擦鼻血 扭头一看 竟然是个美女 看着眼熟 可一时想不起来 美女四有点心疼地说 陆总 要不要紧 流了不少血呢 他这一开口 再看那两条大长腿 陆明马上就想起他是谁了 原来是自己公司的员工温兰 也就是上次 在篮球场上出尽风头的女孩 陆明惊讶道 你怎么在这里啊 公司不是放假了吗 我今年不回家 在陆家镇的亲戚家里过年 陈总昨天通知我过来帮忙呢 正说着 只见一辆警车开过来 停在那几个倒在地上的人身边 从车上下来陆家镇派出所所长 宋平和两个警察 陆明急忙走上前去 小声说道 这些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竟然敢侮辱老革命路言 陆家镇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跟他们打了起来 你带回去 好好查查他们的来历 宋平当然听说过陆言的大名 也知道 今天在这里举行的 就是他的葬礼 再看看停车场上 那些吓人的车牌 哪里还敢多问 马上就让两个警察 检查几人的伤势 陆明让陆虎派两名保安协助 又派了一辆车 把几个闹事者送医院去了 正好 韩家镇急匆匆从办公楼里跑出来 惊讶道 出什么事了呀 哎呀 你的鼻子流血呢 陆明也不解释 拿起保安递过来的那块横幅 气哼哼地上楼 来到自己办公室 见办公室里 除了陆兰岭兄妹之外 还有三名现役军人 和两个六七十岁的离休军人 陆明正子犹豫要不要进去 陆紫燕冲他招招手说 阿明 你来 说着 冲那几个坐在沙发上的人介绍道 这是我侄子陆明 说实话 以前我们都不认识 要不是前些天 他亲戚来找我父亲的话 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其中一个佩戴少将军衔的军人 惊讶道 你侄子 说完 扭头一脸狐疑地盯着陆兰岭 似乎不明白 陆紫燕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侄子来 陆兰岭笑道 这里都是自己人 我也就没必要隐瞒了 实际上 我父亲和陆上游 是同父一母的亲兄弟 阿明呢 就是陆上游的亲孙子 他父亲 是陆上游和陆家镇 梅园村的第一个老婆生的 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知道他的人很少 所以算起来 他也是我们的侄子 今天老爷子的葬礼 就是他负责的 在座的人 都一脸惊讶的样子 坐在陆兰岭身边的一个 离休老军人说道 你的意思是 他是老团长的亲孙子 不是说老团长在家乡 早就没人了吗 组织上确实来陆家镇 寻找过陆上游的亲人 可他的原配早就去世了 儿子也下落不明 阿明出生之后 就交给了一个村妇 抚养长大 所以一直没人知道 阿明是陆上游的孙子 陆紫燕说道 一名上校显然有点怀疑 质疑道 陆云轩 怎么可能有这么年轻的孙子 陆明好像听不下去了 说道 怎么不可能啊 我父亲快七十岁了 才生下我的 上校继续问道 七十岁 你父亲生前是干什么的 陆明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说 陆紫燕插话道 他父亲由于母亲去世的早 从小没人管教 长大之后在陆家镇一带 靠打工为生 后来跟人发生了纠纷杀了人 从来以后就一直在外面流浪 六十多岁的时候 才赶回到陆家镇 在山上的寺庙里当和尚 后来和一个信女生下了阿明 情况就是这样 陆明听了陆紫燕的介绍 感到一阵惊讶 因为这些事情 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 可没想到 他竟然了解得这么清楚 脑子里忍不住又想起 他昨天晚上和赵润东聊天时 说的那个计划 不过他倒不认为 陆紫燕这个计划 对自己来说 会是一个阴谋 就凭他和陆兰岭光明磊落地说出 自己就是陆云轩孙子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 他们对自己没有什么恶意 要不然 完全没有必要承认 自己烈士孙子的身份 更没有必要 把自己介绍给在座的这些大人物 那位老军头问了 既然已经承认了 他是老团长的亲孙子 怎么没见他在一些活动上 露过面啊 政府层面可能考虑到 他父亲的一些污点 担心损害了陆云轩烈士的光辉形象 所以眼下并没有公开承认 这个孙子的存在 陆紫燕犹豫了一下 老军头训吃的 胡闹 这跟他父亲有什么关系啊 我亲弟弟还是汉奸呢 难道我就抬不起头来了 实际上阿明对这个烈士孙子的头衔也无所谓 陆家镇的人都承认 他是陆上有的孙子 也是陆大将军的嫡系传人 事实上 他和陆云轩后来生的那些孩子 没有任何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其实就是一个孤儿 他可以不做陆云轩的孙子 可这个侄子 我们还是要认的 陆紫燕急忙说道 另一个老军头 用手里的拐杖 在地上倒了几下 叹口气道 哎呀 说实话呀 老团长对他在陆家镇这个儿子 还是非常想念的 我就不止一次听他提起过 只是没想到 他这个儿子竟然这么多的磨难 要是老团长知道这个儿子也有后代 心里多少也能得到唏嘘安慰吧 并且要不了多久 他就要昏归故里了 到时候 在他坟前告慰一下吧 陆紫燕点点头 好像这才发现 陆明手里拿着的东西 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陆明好像有点忌讳 含糊道 啊 刚才外面有人闹事 已经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 陆紫燕站起身来 走过去 拿起横幅慢慢展开来 其他几个人 也凑过去看了一眼 一名老军头气哼哼地说道 牛鬼蛇神 终于跳出来了 我就知道 陆紫燕把横幅扔在墙角 不经意地说 也算是有胆量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竟然跑来闹事 正愁找不到他们呢 阿明 你让派出所的人 查查他们的身份 如果这些人 真的是瑜伽的后人 你跟他们好好谈谈 最好是能将这段恩怨了结 陆明点点头 看看表说 姑姑 什么时候去梅渊村 陆紫燕说道 几位前辈 也非要在最后 送我父亲一程 让他们休息一下 再过一个小时 就启程吧 正说着 陆明的手机响起来 看看来电显示 却是蒋宁香打来的 算算时间 他应该已经回来了 于是问道 干妈 你什么时候到陆家镇啊 我马上就要去梅渊村了 我已经到了 你要想见儿子 就快点回来 蒋宁香称道 陆明一听 忍不住一阵兴奋 算算时间 启陵还有一个小时 决定趁机回家 先看看自己儿子 于是找来 王雪珍吩咐了一下 派他带些人 先去梅渊村打前站 自己带着陆虎 急匆匆地赶回家里 一进门 就看见客厅里坐满了人 几乎陆家人 全部到齐了 不过陆明的目光 还是首先被 蒋碧云手里抱着的 婴儿吸引住了 这 这 这就是我儿子 陆明慢慢地走到跟前 似自言自语地说 一边抓起婴儿 软绵绵的小手摸索着 只听他嘴里 嗡嗡嗡嗡地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却还不畏惧地 盯着他的老子 蒋碧云撑道 谁知道是谁的儿子 没人要我要了 陆明小心翼翼地 想把婴儿抱过来 可他没有经验 加上婴儿的身子 就像没有骨头似的 试了好几次 都没有成功 惹得婴儿张开嘴 哇哇哭起来 蒋碧云急忙推开 陆明的手 撑道 哎呀 笨手笨脚的 想抱的话 就坐到沙发上去 陆明只好乖乖坐在沙发上 蒋碧云慢慢地把婴儿放在他怀里 奇怪的是 孩子马上就不哭了 两只眼睛盯着陆明 挥舞着小拳头 嘴里又开始 咿咿咿咿的叫起来 蒋宁香笑道 看见没有 在骂你呢 陆明既激动又新奇 嘴里哼哼脑 这真是太有创意了 就这么一点点 哎 几个月了 快一岁了吧 陆建伟笑道 哼 你瞧瞧 世上有没有这种父亲啊 啊 连自己儿子多大了都不知道啊 陆明仔细想了一下 说道 怎么不知道呢 三月二十六号生的 十个多月了 说完 扭头四下看来看 问道 他们呢 竹军呢 刚说完 就听楼梯上一阵脚步声 只见陆远 陈丹飞和蒋竹军 一起从楼上下来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就连昨晚中过毒的陈丹飞 好像都已经恢复了元气 陆明的目光和蒋竹军对上了 刚想打个招呼 没想到蒋竹军冲他大声道 哎呀 你怎么抱孩子的 都快掉下来了 说完 三两步冲到陆明面前 几乎抢过孩子 嘴里哼哼的 宝贝 你看看你这个坏爸爸 咱们不理他 谁让他都不来看你呢 陆明有点尴尬 笑道 主军啊 真是辛苦你了 过了年我就清闲了 到时候 我来带孩子 鬼才信你的话 到时候肯定又跑得没影子了 蒋竹军掺倒 说完 毫不顾忌地掀开衣服给孩子喂奶 一边哼哼道 宝贝肚子饿了 怎么不指望他 陆明为了摆脱尴尬 没话找话地说 对了 竹军 你和徐晓帆有联系吗 他已经不在公安局了 我打算 让他去苏绣那边帮忙呢 蒋竹军连头都没有抬 只顾盯着吃奶的孩子 脸上闪烁着一个母亲圣洁的光辉 敷衍道 好久没联系了 那天给他打个电话 陆明感到一阵惊讶 随即意识到 孩子 好像已经变成蒋竹军的整个世界 别说是徐晓帆 恐怕连自己在他心中 都已经没有位置 阿宁 你这是忙完了没有 再有两三个小时 我们可要吃年夜饭了 蒋碧云从厨房里出来说道 陆明一脸为难地说 我这是抽空跑回来一趟 再过一个小时 就要送陆岩的灵鹫去梅园村了 等到葬礼结束 都不知道几点钟了 都有什么人来参加葬礼 蒋宁香问道 陆明说 市里面孙干和韩月都来了 省里面也有人来 大部分都是军官 我也不认识 连领导人都送来花圈了呢 陆岩是什么人物 连国家领导人都给他送花圈 陆岩惊讶道 陆明说 我也不知道他以前在部队 是干什么的 反正是个老革命 从昨天到今天 起码来了五六百人了 蒋碧云似乎对这件事没有兴趣 说道 这么说你是不可能在家里吃年夜饭了 陆明一脸歉意 没办法 谁能想到出这种事情呢 不过 我明天就回来了 陆建伟说道 哎呀 这也太不凑巧了 一家人好不容易聚一次 正好蒋总也在这里 本来呢 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公司的事情 陆建伟还没说完 蒋碧云就撑道 我可把臭话说在前头啊 既然一家人在一起过年 就要和和气气的 谁也不能谈工作上的事情 要谈工作上的事情 过完年 你们爱去哪谈上哪谈 只要别在我家里就行 陆建伟有点尴尬的笑笑 好好好 不谈不谈 我们呢 只需天伦之乐 不谈工作上那些烦心事 正说着 陆明的手机响起了 掏出来一看 站起身来说道 哎 那边在催了 我这就过去 说完 凑到蒋竹军跟前 在儿子脸上亲了一口 一眼瞥见 蒋竹军胸前仗鼓鼓的 忍不住就多看了一眼 蒋竹军对陆明的色眼 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而是急忙擦擦儿子的脸 撑道 臭哄哄的 刷牙没有 少在儿子脸上乱拱 蒋竹军陪着陆明 从屋子里走出来 问道 陆子烟一家 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陆明笑道 干嘛 他们如果对我不够热情的话 我有必要这么瞎折腾吗 对了 刚才有人到公司闹事 有六七个人打着横幅 上面写着说 要我爷爷和陆言还他们公道 还说我爷爷跟陆言他们 在陆家镇欺男霸女 蒋竞香惊讶道 有这种事 对方是什么身份搞清楚了吗 我哪儿哭得过来啊 人已经让派出所带走了 我让宋平好好审审他们 蒋竞香犹豫了一下 陆子烟对这件事怎么看 陆明想了一下说 我倒没有觉得他对这件事有多重视 他好像巴不得瑜伽的人现身呢 他说陆言留下遗嘱 让我找到瑜伽的人了结这段恩怨 否则他在地下也不得安宁 蒋竞香沉思了一会儿 陆子烟在跟你提过 入股造船公司的话吗 陆明摇摇头说 他忙得要死 哪有功夫说这事 我打算等葬礼结束之后再问问他具体情况 蒋竞香点点头说 你记住 接近陆子烟一家是为了给自己寻求一层保护 而不是被他们利用 凡事还要多个心眼 毕竟你跟陆言只见过一次面 对他家的情况并不了解 陆子烟和陆兰陵可不是陆言 陆明忽然想起 陆子烟在客房和赵仁东提到的那个计划 本想告诉蒋竞香 可担心他想太多 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说道 我心里有数 直到现在 陆子烟都没有当面跟我提起遗产的事情 蒋竞香谨慎地说道 但他邀请你参加传播公司 就等同于间接提到了遗产的事情 我打听了一下 如果这种大型的传播公司 股本起码在四五十个亿左右 陆子烟凭什么认为你有这么多钱 陆明愣了一下 心里也不免疑惑 可随即说道 他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数目 并且我看他好像也不懂做生意 也许在他想来也就十几个亿的资金 蒋竞香惊讶道 你怎么会认为他不懂生意 他在总参的主要工作就是搞经济情报的 尤其是对国际上的大型军工企业颇有研究 你那点小生意他会不懂 陆明听了蒋竞香的话 心里面也难免犯嘀咕 不过这件事还没有一点眉目 陆子燕也就是这么一说 愿不愿意投资 最终还是取决于自己 所以倒也没有过于警惕 于是说道 干嘛 走一步看一步吧 不过陆子燕好像特意给我暗示 我的资金投入传播公司以后绝对安全 那是一家有军队背景的公司 起码没人敢查 蒋竞香犹豫了一下 即便最后要投资的话 也不能以你的名义 万一你出什么事 他岂不是名正言顺的 可以接管你的全部股份 陆明惊讶道 我会出什么事啊 蒋竞香摆摆手说 目前我也才不透露 陆子燕对你的真实意图 不过 你们惹得太快 倒上我心里有点不踏实 你最好还是悠着点 可别头昏脑昏的 掉进别人的陷阱里 陆明的手机又响起来 于是说道 我心里有数 等明天回来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最近公司里也不安静 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呢 虽然大部分吊咽的人都已经离去 可前往梅渊村的车队 还有将近二十辆之多 以至于陆明担心 梅渊村村委会前面的广场 能不能停得下 还没到梅渊村 就接到陆家镇派出所所长 宋平打来的电话 说是那几个被打中的人中 有两个伤势比较严重 一个被打断了两根肋骨 另一个可能是脑震荡 到现在都没有苏醒 医疗费恐怕要陆明来解决 陆明痛快地答应了 让宋平先给他们治病 等到过完年 公司会派人去结账 不过他关心的是那些人的来历 谁知宋平说 这些人和陆岩并没有直接关系 其中一个是东江市人 其余的人都来自W市 那个带头的 承认自己是拿了人家的钱 替人办事 并且这件事竟然和市里面的维权律师张大鹏有关 陆明一听张大鹏 就想起阿龙的案子 记得上次张大鹏 由于在法院门口造谣声势 被公安局刑事拘留过 没想到又操起了老本行 只是不清楚 这一次他雇主是谁 难道会是于世仁的后人 如果真是于世仁的后代 雇佣张大鹏抹黑自己爷爷和陆岩的话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爷爷是烈士 而陆岩也是家庭显赫的老革命 他们暗中雇人闹事 有什么好处 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难道是为了钱 陆明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头绪 只好先把这件事放下 琢磨着 等到过完年之后 亲自去一趟城里 找张大鹏好好谈谈 像他这种为钱干活的人 只要给点好处 不怕他不会出卖自己的雇主 陆岩的灵鹏到达梅渊村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 本来有些陆家子弟 不愿意让陆岩葬入陆家祖坟 可陆万林做了说服工作 后来又见送葬的队伍声势这么大 这才意识到陆岩的身份 再也没有人敢反对了 整个葬礼比较顺利 在天黑之前 终于让陆岩长眠在陆家的祖坟里 葬礼结束之后 前来送葬的大部分人都赶回陆家镇 只有陆兰领兄妹和一些亲属留下来首页 可就这样 陆明的老宅子也住不下这么多人 只好在陆万林家和几个陆姓本家安置了一批人 等到吃过晚饭 已经是十点多钟了 陆紫燕和陆兰领毕竟年纪大了 折腾两天两夜之后 显然已经很疲乏了 陆岩下葬之后 似乎放下了心事 晚上 两个人都喝了不少当地的陈年桥迈烧酒 打算早点休息 陆明知道 老宅在楼上经常闹鬼 所以特意让陆紫燕夫妇和陆兰领夫妇住在上面 心想 他们身份高贵 有都是当兵的 不妨借他们阵一阵以王魁为代表的鬼魂 将来把老宅子好好收拾一下 自己一家人就可以来这里度度假了 临睡之前 陆紫燕叫来一个四十岁左右 穿便服的男人介绍道 阿明 这是总后勤部的余主任余明勇 跟你姑父有点亲戚关系 他就是东江市造船厂的筹建负责人之一 既然晚上没事 你就跟他好好聊聊吧 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他 我就不陪你们了 陆明笑道 姑姑 今天一晚上鞭炮都停不下来 我看你们很难入睡啊 陆紫燕称道 别说鞭炮 就是地震我也睡得着 这两天你也挺辛苦的 别熬夜了 真养这死丫头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陆明这两天见过的人太多了 也不记得这个余主任 是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 不过陆紫燕在百忙中 还惦记这件事情 让他不禁想起了蒋宁香的警告 可随即一想 要不是因为葬礼 这个余主任恐怕也难得一见 陆紫燕也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这样一想 心里的狐疑就没了 等陆紫燕上楼之后 陆明递给余主任一支烟 笑道 不好意思啊 这两天忙得脚不沾地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 请多担待 余主任接过烟说 都是自家人 客气是吗 这两天啊 也够你忙的 陆部长在路上还夸你呢 陆明问道 你跟我姑父是亲戚啊 余主任点点头说 我和赵局长女婿家里 有点亲戚关系 不过有点远了 实际上 我和赵局长曾经是多年的同事 这种友谊 反倒胜过了亲戚关系 怎么 我听陆部长说 你友谊参股传播公司 陆明说道 啊 只能说 有这个意象 这不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啊 我这次啊 来得匆忙 也没有带任何资料 只能给你介绍一下 大概情况 实际上啊 这个项目三年前就已经启动了 只是在选址方面 一改再改 直到今年年初才最后定下来 工厂设在东江市 目前呢 土地规划已经完成了 公司的总体架构 也基本组建完毕 你审身 有可能出任公司副总经理 陆明问道 那公司总经理是谁啊 于主任惊讶地看着陆明 说道 这个 不千万不能告诉你 公司不仅有总经理 还有董事长 这些人选 不到最后是不能透露的 陆明点点头表示理解 随即问道 那既然是军工产业 应该是国家投资 怎么还吸收民间资本呢 于主任说道 全国的造船厂啊 也不可能制造军舰 当然也有民用产品 要不然公司怎么活下去啊 军工产品 属于计划内的部分 有专人负责 而民用产品呢 则不受军队控制 实际上这家公司 对外界来说呢 也只是一家上规模的 普通股份制公司 以后还要上市 所以啊 吸收民间资本 势在必行 陆明问道 那 总投资大概有多少 不必要吗 请不吝点资本